今天过来山里挖冬笋 由于干旱的原因没挖到 这里发现了一颗野生药 你看这种就是它的藤蔓 你看它的藤蔓也这么粗 这种就是生药的叶子 你看还长着这个风车子 找到它的根部 把它挖出来 它兜不在这里 兜不在这里 把它挖开了 这种挖水你的橱子很适用 可以挖 也可以砍 这种挖水的橱子很适用 就像这种挖水的橱子很适用 它是一种挖水的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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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 aqui 就像这种喔 红板打到橱子就好油 光板打得出的就好油 你看 连锡子都可以 obviamente 你看 连锡子都可以挖 你看看它的橱子 一棵苗 里面长了几棵 好像有三棵 差不多出来了 出来了 拉出来了 看这个山药 一棵苗里面接了三棵 这么出 这里的土枝不是很好 你看这种山药 它的断面都是洁白色的 不会变成黑色 我们家里种植的山药 你把它弄断了之后 它的断面就会发黑 因为这种野生的山药 里面含有抗氧化的成分 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 把它弄断了 把这种野山药的种苗 把它弄断了 然后重新种在这里 明年它又会长出来 这些就拿回去家里吃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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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